哈喽大家好,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维多利亚时期前期的珠宝风格和特点。 这里说的维多利亚时期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,不仅仅包括英国,也包括这一时期的欧洲、美洲和其他地区。 从维多利亚1838年正式加冕到1861年阿尔伯特去世,这段时间也称为维多利亚时期的浪漫阶段。 这期间,英国的不断扩张,技术的进步革新,文学杂志的丰富,新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,新金矿的发现,社会气象的变革,这一切都直接导致19世纪比之前的时代生产了更多的珠宝。 维多利亚个人十分喜欢珠宝,丈夫阿尔伯特也很有设计天分,女王著名的祖母绿冠名,蓝宝石胸针,科宝之音胸针全部都出自阿尔伯特之手。 这一时期,珠宝风格有三个特点,第一是在自然主义文艺复兴和中世纪珠宝复兴的影响下,写实的设计元素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,包括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都非常流行的攀派尔,第二是情感珠宝的繁荣。 情感珠宝在这一时期非常的流行,除了我们熟悉的威尔士金王羽毛、垂柳或者是出港风景这样的情感珠宝之外,完全由头发编制的情感珠宝也盛行一时。 第三是考古复兴珠宝的形成,1830年法军征服了阿尔及利亚,1848年考古学家出版了《尼尼威和他的遗迹》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人们感兴趣的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广,让人们兴奋的历史素材也源源不断,因此修复、研究和仿制历史经典作品成为了当时珠宝从业者的主要目标。 此外,由于女王非常喜欢浮雕珠宝,导致浮雕珠宝再一次流行起来,但是比之前任何时期的浮雕珠宝都要更大更醒目。 米珠在这一时期也非常流行,底座或支架是在一层层的背墓上雕刻而成的,这类珠宝非常的精巧易碎,修复成本也极高,现代很少能找到保存完好的此类珠宝。 好了,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,我们下期再一起去探索维多利亚后期的珠宝风格和特点,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